大家好 那么这一课我们来学习一个和弦 那么大家看一下黑板上面 我这里写了一个和弦图 那么这个和弦图我们是怎么去看的 那么这个和弦图我们叫什么 我们叫C和弦 那么我们学过弹唱的朋友 就知道这个C和弦是怎么按的 那么我这里也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C和弦是怎么来按的 以及这个和弦图是怎么去看的 那么首先我们是从右向左看 分别是第一弦第二弦第三弦第四弦第五弦第六弦 然后从上往下分别是第一平二平三平 好 那么其实就是这样的 我们把吉他像这样拿对吧 像这样拿来看一下 从上到下一平二平三平对吧 从右向左一弦二弦三弦四弦五弦六弦 你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东西呢 你看这个东西啊 这一条这条线啊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这个品丝啊 就是这个金属丝 是不是一模一样呢 看一下啊 大家仔细对照一下啊 好 那么这个一二三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这个一二三其实就是我们左手的 一二三四五 这五个手指 那么这个一那么就是十指 二中指 三就是无名指 无名指 那么也就是我们和弦图啊 其实就这样去看 非常的直观啊 直接把这个 把这个东西给它画到这个上面啊 它标到哪个地方 我们就按哪个地方 比如说啊这个第三这个手指啊 第三这个手指我们标的是什么 第三平的第五弦对吧 那么我们就用无名指啊 无名指第三个手指啊 无名指按住第三平的第五弦啊 好按住之后呢 我们还没玩啊 第二个手指啊 按住第二平的第四弦啊 第二个手指按住第二平的第四弦 看到没有啊 两个手指啊一起按 不要啊 不要动啊 两个手指啊一起按了之后呢 那不要动了啊 然后呢 十指按住啊 第一平的第二弦 看一下啊 那么记住啊 左手按旋技巧啊 永远是有用的啊 永远是非常重要的 无论是你谈单音也好啊 按单音也好 或者是按和弦也好 那么左手按旋技巧都是啊 有用的 那么同样呢 我们是手掌啊 大拇指和食指对齐 对吧 大拇指我们要和食指对齐 你不能这样啊 不能这样对吧 然后呢 手掌这个位置 我们不能这样贴在这个情景上面啊 这不对的啊 我们要把这里空出来啊 手掌这里要空出来啊 然后呢 啊我们这个无名指 无名指的指尖啊 我们要立起来啊 这个关节啊 看到没有啊 这个关节要立起来 而不是整个这个立起来啊 只是这个关节立起来 看到没有啊 有些人他这样立起来 这样不对啊 这个关节立起来啊 其他的手指也是一样的啊 手指指节 第一个关节立起来啊 然后靠近品丝啊 靠近品丝 这个就是品丝啊 这个金属丝就是品丝 我们要靠近它 看到没有啊 那么有些刚开始学和弦的朋友啊 可能就是左手打不开啊 他可能就按不过来 他按的时候手就缩成一团了 对吧 那么这个去怎么解决呢 那么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 左手啊 那个扩张啊 扩张练习啊 这个问题啊 每天都要练啊 这样才能把你左手的忍带打开 那么和弦才能够按得住啊 这就是这个练习的作用啊 啊 好 那么每天都要练啊 这个练好了之后呢 那么就会把手打开了 那么前期的话 如果是手打不开啊 如果是手打不开啊 如果是手打不开 那么没有关系 那我们可以加一个变调加 加在第二品这个地方啊 因为我们越往后面走 我们的品格会越来越小 对吧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按的话 那么就要轻松的多 那么这就是一个C和弦的按法 那么大家看一下啊 好 不加变调加啊 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造型啊 C和弦啊 大家记住啊 我们最啊 我们啊 一般来说我们先按啊 第五弦 然后第三弦 然后再按啊 这个第二弦啊 啊 五弦四弦二弦啊 说错了 五弦四弦二弦啊 其他弦看一下 其他弦都没按到啊 没按到不管它了啊 那么这就是一个C和弦的造型啊 啊 从上往下按 那么有些朋友习惯啊 从下往上按啊 呃 这个 但是我建议大家最好是从上边去 往下面按啊 那么因为我们以后弹的时候呢 一般来说大拇指我们会先拨啊 所以说啊 我们最好是先按上面的四五六弦当中的某一根 然后再往下面这样依次按过去啊 呃 那么就是一个C和弦啊 啊 OK 那么接下来我来讲一下这个C和弦啊 去怎么去练习啊 那么练习 那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C和弦啊 这几个练习啊 那么大家看一下黑板上面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子弹当中的啊 有可能会用到的啊 一些练习吉他的表示方法 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啊 第一个小节啊 第一个小节 那么看一下上面我们写的是和弦 下面我们写的是数字对吧 好 那么这个数字和和弦啊 它是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我们先看这个数字啊 那么这个数字啊 是3啊 意思是我们按住第三屏的第五弦 看一下啊 第三标在第五弦上面对吧 然后看一下这个0啊 0是什么 第三弦的空弦 也就是说我们要弹一下第三屏的第五弦 然后再弹一下第三弦的空弦 然后看一下这个地方啊 第一屏的第二弦 看到没有 然后再弹一下第三弦 然后一弦 三弦 然后一屏二弦 然后三弦 好 那么这个地方啊 大家其实看一下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我们是这样弹啊 这个造型是不是有点像什么 是不是有点像这个C和弦啊 对吧 看到没有啊 只是那个中指没有用到啊 中指没有用到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说普利当中 它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它的意思啊 上面而且还有和弦的话啊 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啊 和这个和弦就是提醒你啊 它是一个C和弦的一个指法造型啊 但不一定每一个手指每一个C和弦 我们都要按啊 不一定 也就是说大家遇到这种啊 这种图 这种指法啊 这种这种表示方法的时候呢 啊大家可以看啊 以下面为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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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这个和弦只是提起到一个提衡的作用啊 如果说单独弹下面的有朋友可能会弹这样啊 对吧 对吧 它有可能会这样弹 那么 既然它这是一个C和弦啊 提醒你了 这是一个C和弦 那么为什么我不把它全部按下去啊 然后这样弹呢 这样是不是好听得多 对吧 那么这个中指呢 可以按也可以不按啊 可以按可以不按啊 啊 那么我建议大家呢 就是还是按一下吧 因为它毕竟啊 那毕竟是一个C和弦的造型 虽然说这个中指没用到 我们还是要把它按下去啊 但是千万不能够 不能这样啊 不能这样啊 我们一定要保证每一个按下去的音 都要持续的发声啊 都要持续的发声 那么看一下第二个小节 第二个小节 它上面也是一个C和弦 下面是X啊 那么这个X代表的意思就是说按住这个C和弦啊 所弹啊 按住这个C和弦 然后右手去拨它 拨哪个地方 你看这个X标在哪个地方呢 标在第五弦上面 对吧 五 然后三 二三 一三二三 是不是这样的 也就是按住C和弦弹五三二三 右手弹五三 二三 一 三 二 三 其实和这个是一样的 只是表示方法不同而已 那么我们指弹当中呢 以这种表示方法啊 居多啊 居多 那么以那种表示方法啊 相对来说要少一点的 要少一点 好 那么再看下面的啊 这个练习啊 下面我们这个练习啊 其实也是一样的 只是把那个复杂程度啊 加了一点而已 五三 然后一二一起弹 一二弦一起弹 对吧 同样的按住三平的第五弦弹下 然后C和弦吧 按住C和弦就行了 中指可按可不按都可以啊 五三一二 一二要一起弹 两个手指同时并拢啊 同时并拢 五三一二 然后三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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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有 五三一二三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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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么这个表示方法也是一样的啊 两个叉啊 两个叉在一条竖线下面表示也是 中指无名指啊 一起弹 那么这个地方就按住C和弦 五三二三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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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了吗 那么两种看法还有两种练习方法啊 好 那么我们先练习一下五三二三 一三二三 五三二三 一三二三 一三二三 这样练习啊 然后我们再练习 五三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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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三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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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右手这个地方啊 就悬空吧 全部悬空弹 之前我们不是要讲一个做了一个预备姿势吗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不用做预备姿势 我们直接三一二三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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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悬空弹 那么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按和弦 可能是按不好对吧 同样的我给大家说过 加个变调加 这样的话要稍微轻松一点 加第二屏嘛 加第二屏 然后这样弹 因为这个后面要窄一点对吧 按起来 左手按起来可能就稍微轻松一点 跨度没那么大 对吧 这样练 弹慢一点 你不能 你不能弹顿音啊 按住之后 手就要一直用力的按在上面 这样才能够让那个音充分的发出来 不然不好听啊 这就是练习的方法 一直弹 然后五三二三 一三二三也是一样的 五三二三 一三二三 然后左脚可以打上拍子 先把脚抬起来 这是水平面 这是右脚 这是左脚 左脚 五踩下去 三抬起来 五三二三 一三二三 对不对 看一下 先把脚抬起来 然后五三二三 一三二三 三 弹慢一点啊 弹慢一点 然后五三二三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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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慢一点啊 那跟我一起练一下啊 练习的时候吧 好 持续一个一分钟左右 不错啊 那么这个和弦啊 就可以啊 差不多已经练好了啊 那么这是一个C和弦的练习方法啊 以及它的按法 我们这一刻最主要的一个内容就是练习C和弦啊 练习C和弦啊 练习C和弦啊 大家一定要把它练熟了啊 练熟了啊 要弹好了 然后我们才能练下一个和弦啊 才能练下一个和弦啊 才能练下一个和弦啊 大心你不要着急 指弹本来就是啊 比那个弹上要难一点 所以说我们在练习每一个和弦的时候 一定要把和弦认真练好 好了吗 这一刻啊我就跟大家讲到这个地方